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章鱼老板的齐齐蛋 那咱们来看看这里头有什么好玩的玩具 来跟小宝宝一起来猜一下 小宝宝非常喜欢猜齐齐蛋哦 咱们看看那给他带来了什么好玩的礼物吧 好 下面呢就和我一起来猜一猜 首先呢咱们来猜一个这个吧 咱们先让小宝宝呢 小宝宝先爬到一边去 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宝宝 他是会爬的小宝宝 看看爸爸妈妈给他买了好玩的齐齐蛋呢 他很高兴 他爬呀爬呀 爬到托马斯那里 要跟托马斯一起玩一玩 咱们先玩玩这个哦 哇 托马斯的火车在窗破了 哦 小宝宝快点爬呀 要不托马斯创到你咯 看看这个托马斯 开的多快呀 嗯 呀 把宝宝都创一边去了 可爱的小宝宝 哇 托马斯太厉害了 好 咱们把托马斯放到这里吧 他呀 太快了跑的 你看看小宝宝多可爱呀 慢慢的爬着 看看他笑得多开心呢 海浪有他非常爱他的爸爸和妈妈 好 下面呢 咱们就一起来猜 猜一猜这些奇奇怪蛋好不好呀 嗯 咱们呢 首先呢 先来猜一个光头墙的 看看光头墙的蛋里 给咱们带来了什么好玩的玩具呢 咚咚 哎 是一个天装的玩具 这里呢 还有一个好吃的 看看是不是宝宝爱吃的 咱们给它打开看看 哇 是宝宝爱吃的饼干 嗯 看看饼干 咱们来尝一个 嗯 非常的好吃 里头呢 有果酱 嗯 这个可以给宝宝吃咯 这是宝宝喜欢吃的饼干 那咱们来看看这个玩具吧 咱们需要啊 把这个玩具拼一下 嗯 这个是一个熊大 熊大熊二里的玩具啊 都非常的重复 基本上就是这两个 一个是电锯 一个呢 就是这个光头墙 熊大熊二的无形 然后再把它的鞋面给它按下 好了 嗯 一个熊大掐着腰 再跟大家挥手呢 大家好 我是熊大 很高兴见到你们 也很高兴见到小宝宝和托马斯 好 咱们给它放在这里 给小宝宝玩一会儿 再来猜一个 嗯 章鱼老板的 咚 咚 咚 哇 看看这里头 呀 有糖豆 嗯 小宝宝也非常喜欢吃糖豆 好 然后呢 还有粘贴 呀 看看 这是海绵宝宝里的粘贴 胖大熊海绵宝宝 还有章鱼老板 好 我们把这个放到一边 来看看这个玩具 哦 是一辆小汽车 一辆玩具车 嗯 这回小宝宝要悠悠玩的呢 哎呀 给你带来了一辆车 看看 嗯 哇 它碰到东西 会自己降过去 哎 哎呦 看看 哎呦 哇 跑得非常快 哇 一下就掉地去了 太快了 这要在地板上能跑老远了 噹 它会自己掉头的 它会自己掉头的 自己可以掉头走的 哦 太好玩了 年年的小宝宝看到咱们玩的这个车呀 高兴坏了 可以吃点好吃的 这里有饼干 还有呢糖果 都是你非常喜欢吃的 那下面呢 咱们还有一个熊大熊二的蛋 没有猜 咱们来猜猜看 看看熊大熊二给咱们带来了什么 对啦是电锯 这里还有一包饼干 留着给小宝宝吃 那下面咱们把这个电锯给它拼一下 这个熊出没的蛋很奇怪哦 光头墙的蛋里头呢 出现了熊大 而熊大熊二的蛋里呢 切出来了光头墙用的电锯 它们现在是成为好朋友了吗 互相的 帮自己拿东西 是把它放在这儿的 然后呢 再把它扣上 嗯 好了 这个呢 是电锯的霸 这是电锯的霸 看看 这一个电锯呀 咱们就给它安好了 这是光头墙的电锯 看看熊大呢 卡着要生气了 光头墙 你为什么每天都拿电锯去砍伐树木呀 嗯 你这个坏蛋 我们要 它还有没有枪呀 嗯 没有枪 它如果要有枪的话就好了 可以打熊 打光头墙 让它去砍伐树木 好了 那今天呢 咱们这个玩具蛋呢 都给大家拆完了 得到了一辆小汽车 一个熊大 然后一个电锯 那这个玩具 小宝宝喜不喜欢呢 嗯 小宝宝看看 小宝宝高兴的样子 一定是很喜欢这个玩具 那好吧 今天呢 就到这里了 感谢朋友们观看我们的视频 喜欢我们的 就请订阅我们 我们是光眼宝贝 接下来的每一天 都会给大家带去不同的惊喜 和不同的玩具 喜欢我们 就可以到我们的空间来 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视频 好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